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弟兄姊妹们平安 考一考大家上一堂聚会有没有专心听 我们波饼聚会哪一次最好 好 你们都有专心听 就是要在主的面前要追求进步 上个礼拜我们讲了波饼 先把波饼聚会的意义最主要的这五个点 跟大家交通了 在这个作业上他们也出了很好的题目 让大家从主耶稣最后的行进这一段 去体会主为我们的受死 为我们的受害 然后也要大家去默想 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这几个点 上一次我们讲的波饼聚会有五个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是讲到是什么 是纪念主的聚会 第二个是在爱中享受主的聚会 第三个是成列主的始 成列主的始的聚会 其实就是一个夸胜的聚会 那么第四个是与圣徒相交 见证合一的聚会 那么第五个也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聚会 这是从这五件事情上面去看 那么如果你要从性 妄 爱三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从信心的这个角度 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成列主的始 在桌上摆了饼跟杯 在这里给神看 所以我们知道神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所以这是在信心里面 我们在饼杯 在主桌子面前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亲近神 在信心的里面 我们知道这是在仇敌面前摆设的宴席 是一个完全的夸胜 在信心里面我们给圣徒看 知道主已经为我们使了 主爱我们 知道主永远爱我们 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 所以这是从信心的角度看 那么望是等候主再来的聚会 对不对 只等到那核心的日子 我们知道主有一天要回来 带领我们进入高养的婚宴 我们将来在那里要核心的日子 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 在地上我们不过是客旅 那么爱呢 当然一方面讲到在爱中 我们纪念主 想到祂为我们死 祂在地上这样子的受苦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暑假 我们在爱中纪念祂 同样我们也借着这三件标记之物 我们在爱中享受主 然后跟主有更深的联合 然后也跟圣徒之间 彼此相爱 彼此合一 所以波饼聚会 从我刚刚开始讲的聚会本身 它有五重很重要的意义 或是你从信 望 爱 这几个角度来看 它都是太重要的聚会 我是想说连续讲两堂 因为它跟我们顺服恩高的教训 或是像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是每天都有机会可以操练的 这个是我们好像一个礼拜天 才有一次在这里一起波饼 还没做到像使徒寻传一样 天天在家波饼 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 进到量子的境界 所以大家的操练也不要轻看 所有出的题目 大家可以再从头再继续去默想 那天所讲的这五个点 到底大家上个礼拜听了以后 这个礼拜参加波饼聚会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对你自己有没有不一样 或者教会有没有不一样 你自己觉得这个礼拜参加波饼聚会 比上个礼拜不一样的请举手 好不好 自己觉得有点不一样 那我感谢神 因为说老实话 我觉得我们今天 没有达到我们该答的水准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不一样的话 我就很高兴 至少你个人里面得到的 只是还不敢冲出来 像我们的祷告就不够 我们的祷告也不够活 也不够接 这都是我们可以进步的 所以不是说没有比从前进步 而是还没有达到我们该有的水平 所以我刚才才问说 我们最好的波饼聚会是哪一次 希望你们是讲真的 下一次 my next one 所以每一次来的时候 都要预备好我们自己 我们希望这个聚会能够很好 另外就是这个礼拜 大家回家操练的时候 那我就希望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五个点 那么也包括我们等一下要讲到 实行的这几个点 你能不能真正很认真地去体会 去默想 看看哪一个点 对你在参加波饼聚会上 是一个很明显的提醒 是一个很具体的帮助 不管是任何一个细节 等一下我讲到任何一个实行的细节 或是那天讲到的这五个点 像例如说 你觉得这是陈列主的事 你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你只是感觉到主的爱 感觉到主的宽恕而已 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 这是一个夸圣的聚会 这是一个凭着信心的聚会 是让神看 让撒旦看 也让我们众人看见 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 身体跟血分开来的 他为我们死了 摆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是那种到死的爱来爱我们 这是从陈列主的死的角度 你可能有了新的体会 让你对波饼聚会就更喜欢 也许你是觉得 从爱中来享受主这个角度 你说你从来没有从悲的角度 去享受过主 那天余地勇讲到 一悲在握 整个信乐都在我们手中 那种兴奋 那种荣耀 那种喜乐 可不可以体会 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 听了这两次的课 或是参加了这两次的波饼 或是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默想 到底在哪个点上 让你对参加波饼聚会 有进步 有帮助 有提醒 我最觉得这是大家要默想去想的 那我们同样的 你可以从其他的点也继续去默想 特别要让神 已经帮助你的那个点上 要深入 让这个水降下来 雨水降下来 不是只是表面一层 而是能够渗透进去 渗透进去 渗透进去 到最深之处 让我们里面丰富 让我们里面长出 该有的生命的果子 所以我们每一个聚会都应该进步 那更不要说波饼聚会 我一直觉得 我希望我们教会 不是只是维持一个传统 每个礼拜有波饼聚会而已 我实在是希望 好的传统能够维持 但是属灵的实际 我们真正的能够 一次比一次更进入 一次比一次 我们更让主享受 然后我们也更享受 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 我们把众人的力量一起加起来 帮助这个聚会更好 那今天我们要讲实行方面 那真理的方面 上个礼拜已经讲了 那今天我们是重在实行 那实行呢 各个教会 甚至各个denomination 可能都有不同的讲究 所以你们就会很稀奇地发现说 哎呀 在这里的白饼聚会 或是波饼聚会 跟很多教会不一样 因为他们可能一个月才一次 对不对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 他们也可能没有这种 所谓的open prayer 就是开放给弟兄姊妹 自由祷告 都是牧师在上面 做了一个祝福的祷告 拨开来 然后就传 然后大家都拿到手上等 等到牧师说 这个 你们每逢如此行 为的是敬念我 然后说我们可以开始用了 大家就开始一起吃 然后再开始传杯 传杯传杯 都传完了以后 他说喝才能喝 所以很多人新来到我们中间 看到我们旁边一下 饼就吃了 我就看到很惊讶 然后犹豫了一下才吃 因为发现旁边人都吃了 我们是拿到就吃 对不对 拿到就喝 所以实行上会有各式各样的不一样 那个东西不是我们最要去注意的 而是拨饼聚会的精益 它最重要的spiritual reality 属灵的实际是我们要掌握的 这是我们上次说的 这个波饼聚会的意义 那几层各个都重要 各个都重要 那么在实行上 大家一起用 分开来用 拿到就用 那些都 当然还是有它好坏的讲究 开放的祷告跟一个人的祷告 那当然是有好坏的讲究 但是我们都不去批评 也不去要求别人 我们只是希望达到属灵的实际 真正在这里纪念族 真正在这里见证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的合一 这个是拨饼聚会很重要的事情 那有一些的地方 当然走得稍微过头一点 像有一次我在中国 他们跟我讲说 东北在某个地方 他们教会规定 你要来拿饼杯之前 奉献箱就摆在旁边 你先要把十一奉献丢进去 才准点饼杯 那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就加得过头了 原来我说主的桌子 根本就是白白为我们舍的 白白的代价 你要鼓励用姊妹奉献 可以用别的方法 不要用这样子的方法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对不对 这样子的实行上 当然就过头了 但是我们不要把注意力太多 放在实行上 但是实行重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 因为这是经验的累积 这是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聚会 波饼的那五重意义 能够很具体地在我们中间 被我们进入 被我们来享受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这个实行 第一个 当然我在这里讲 都是很简单的 这是重要的提醒 但是我们就要把它走过来 你们如果任何地方有问题 或者不清楚可以举手 第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主日 请大家都带着虔诚爱慕主的心 不要很简单就看过去 光这个点就已经不得了了 我们很多人就做不到 我们就是习惯性的 礼拜天开车就是要来 就是要聚会 我们缺少一个 要跟主要相会的这种态度 没有那种Divine Encounter 那种要跟神圣相会的这种预备 我决定相信 你如果今天是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物 你公司的劳动 或是地上的领袖 国家的主席 你不会这个样子的 但是关键就在于 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 我们就是缺少这个 我希望我们在家里面 真的是预备好 主日我们带着一个 非常非常可慕主 爱主要来朝见主的心 来预备好自己准时赴会 当然有例外的打岔 那是例外 但是原则上我们都要准时 然后我们是在主的桌子面前 开始主日聚会 然后也开始我们新的一个礼拜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巴不得 大家要看重礼拜天这个白饼 一大早就想到可以跟神相会 一大早就可以想到 这是复活的早晨 主日是复活 对不对 主耶稣复活了 他不仅仅自己复活 在历史上证明他复活 他把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在复活 主复活的日子 大家一起来经历复活的大人 一起来与复活的主相遇 哎呀 这是太喜乐的事情 对不对 太喜乐的事情 这个复活的大人 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不管你上个礼拜过得多糟 死了多少天 都臭了 身上不管有多少的捆绑 在耶稣的面前 耶稣说拉撒路出来 他就出来了 所有的臭离开他 把所有的死亡离开他 所有的坤绑解开来 弟兄姊妹这是复活的早晨 所以我们来剥饼聚会的时候 我们要晓得这是主日 复活日 第一件事情就是来跟复活的主相遇 在他的面前 不光赞美他 我们经历他复活的大人 要释放我们 把我们从臭 从死 从坤绑 从一切的罪物里面 他要来再一次更新我们 让一个礼拜开始 开始在主的桌子前 多好 所以要有这个预备工作 真的要有这个预备的工作 你没有这样子的预备 不行的啦 当然现代的人 已经很少吃buffet了 那个包肥 我们从前刚来美国的时候 看到buffet 那简直兴奋得不得了 那吃buffet之前的预备是什么 手扶着墙进来 对不对 好好饿他几顿 饿到都走不动了 因为要好好吃他一顿 我第一次到东岸 吃到这个福州人开的buffet 他说有两百多种东西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 进去一看 真的都是 所以我哥哥带我去吃的时候 我们都讲好早饭不吃的 讲到他还咽口水 对不对 你知道 这是什么 美好事将要发生 对不对 美好事已显明 你都预备好了 要去了 那有什么比得上来参加主的宴席 满汉全席都没得比 我跟你讲真的 虽然我没有吃过满汉全席 但是我不能没有主的坐姿 预备好 在一个主日的面前 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好好开始 所有的那种死亡 拉撒路身上的特点 统统出去 在基督里我们享受它 我们经历它 第二件事情 这个聚会是因为 是纪念主的聚会 主自己说的 你们每逢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所以主自己是整个聚会 唯一的中心和主题 主的爱是我们众人之间的联络 所以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诗歌 都应该集中在 纪念主 纪念主的行径 纪念祂为我们受苦 纪念祂为我们受死的大爱 然后我们到了后面 就开始赞美祂的得胜 赞美祂的复活升天 当然如果聚会时间够 我们都希望结束在对父的敬拜 率领种植到宝座前 我们来敬拜神 但是因为我们 拨饼聚会的时间 因为接着后面的诗歌敬拜 所以我们常常都没有办法整套的 我想也没有关系 你们看初信照 黎弟兄在讲到白饼的时候 就有很多阶段式的讲究 我想我们更老练一点的时候 我们朝那里去 但是在这里有一件基本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诗歌 都是集中在主的爱 我们纪念祂 我们爱祂 我们在这里赞美祂 所以像有一些不太合适的诗歌 什么就不在这里提 比如说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 我们每次唱都很感动 真的不知道明天怎样 要跑到以色列去了 但是不是拨饼聚会唱的诗歌 你知道吗 拨饼是纪念祖 享受祖的爱 把我们的心 把我们的力量都集中在祖的身上 第三个讲到 祂要用心灵和诚实 口唱心和地跟众子体一同借的诗歌 祷告来向主及父献上感谢和赞美 也在这里更新我们对祂的奉献 所以在这里 大家真的是觉得来到主的面前 真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的话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学习 把注意力把思想集中过来 现在我们很多的心思会跑出去 对不对 会不会 拨饼聚会也会 我今天早上站在这里 我一看到桌上布拉起来 饼跟杯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下来 我整个就是谢谢耶稣 可是因为我最近又有很多的事情 在这里面对 巨大一半一下子思想又出去了 要赶快需要被主再提回来 要再转回来 重新转到主的身上 弟兄姊妹 这个心灵诚实 口唱心和 那开口唱诗呢 是容易帮助我们 把分散的心思转回来 所以那天我们交通的时候 杨俊在祷告会讲 说他坐在前面跟大家唱诗 他觉得是合唱 站在我们 坐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 他觉得他在领唱 就没有那么多人唱 就是好像他唱 旁边也有一些人在唱 他说有时候去外面 回来坐后面的时候呢 他就像余弟兄说的是独唱 坐到后面 你真的就不容易开口 你就不容易进到 这个圣灵的流 不容易进得到 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海外校园 好几年以前 我就看过他 写的一句话 他说有人说 我们跟神的关系 跟我们在聚会中 跟讲台的距离 是成正比的 听得懂吗 我希望后面的人 没有被得罪 新陈今天正好做最后 这个当然不能讲绝对 但是很多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他也多少说出了一点 我们在聚会里面 跟神的关系 有的时候 你会因为孩子的缘故 或是因为服侍的缘故 来晚 或是因为最近 今天真的很低落 想大家离你远一点 免得我像刺猬一样 刺你们 所以你就坐在角落 这是可以了解的 可是当你正常的时候 其实你会很习惯 坐前面的 我在我们教会聚会 我很委屈 常常前面都空好几排 我在中国人家都挤到我前面的 还没聚会就放得 是个占位置的 在这边 我不能说大凡先知 在本地本乡 因为我不是先知 但是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都坐那么远呢 祷告会我旁边 永远空两个位置 你真正觉得可爱 觉得主那么可爱 坐前面 就在祂桌子前面 在这里瞻扬祂 纪念祂 享受祂 所以我们要唱诗 要学习开口唱 你借着唱诗 借着祷告 我们让整个聚会 我们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主的身上 那你如果觉得 你不会开口 没有关系 我们说过的 你可以用歌词 你看这些诗歌 都是多少弟兄姊妹 神的仆人 使女 他们生命里面 经历出来 写出来的 那都是几百年 圣灵都在用的 那你祷告不出 这么好的东西 你就把它念出来 你可以把歌词 当作你的祷告 把它念出来 你就念一节歌词 都很好 那你如果觉得 我真的不行 其实我今天讲 我没有恩赐 还有一个点 我忘了讲 我想怎么只讲四个点 还有第五个点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讲话声音凉凉腔 所以我讨厌我声音 讨厌死了 所以桂香最早在我们教会 做这个录音服饰的时候 他常常在Orange楼下 最后一间教室 在那边 duplicate tape的时候 他有时不晓得 为什么要一面放 一面duplicate 然后我每次经过那边的时候 我几乎是跳过那个门的 或是他只要门开的缝 我就把它关起来 因为我听到我的声音 就很难过 怎么会凉凉腔又那么快 然后不好听 我就很讨厌我的声音 我从小就自卑感我的声音 所以我说我六年级 第一次鼓起勇气 开口祷告 没想到我们的传道人说 你们以后要祷告 踏深一点 不要像红杰 像个小老鼠一样 所以我从小不喜欢我的声音 所以你如果觉得 你不敢开口祷告 那至少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 只是别人祷告的时候 你阿门 学习开口说阿门 礼拜二祷告会 我已经说过了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 当别人祷告 你跟他一起阿门的时候 会帮助你的注意力 你的灵跟着他一起fly 所以当你在这里祷告 你在说阿门的时候 对对方来说是加油 他的灵就越提越高 因为众人一起在这里往上冲 对你自己说阿门的人 你是卡油 你爬不起来 你祷告不了那么高 你爬不起来 但是你可以跟他卡油 当你一阿门的时候 他的祷告变成你的祷告了 How wonderful 对不对 就卡油嘛 跟着一起飞起来了 所以这个聚会 就是大家众人 如果都开口祷告 大家都阿门 都一起唱诗 你发现这个聚会的灵 就是不一样 它开的 它是开的 为什么有的波饼聚会不好 因为灵是死的 卡住了 不释放 受压 注意力不在主的身上 所以整个波饼聚会就死成成 或者掉到传统 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聚会 他们跟我讲 他说余弟兄 你要怎么样帮助我们 他说我们每一次 掰饼聚会 七十五分钟 真的是很长 他说但是我们前面半个小时 大概都是固定了三个人祷告 每一个人祷告 大概十分钟 然后每一次祷告的内容 都是一样 主耶稣啊 我们感谢你啊 赞美你 都是那样慢慢拖的调子 他说我们没有人敢去跟他说 你不能这样祷告 因为你把大家都祷告死了 所以很多人波饼聚会不想准时来 因为前面要熬三十分钟 等他们三个解决了以后 后面才开始进入状况 真的很痛苦 所以祷告不要长 我底下有讲到 祷告切记永长 不要长 要灵 要活 要短 要有力 要真实 这个聚会就点活了 那你不敢祷告 弄歌词念 你再不敢拉了两三个人起来一起念 再不行 就阿门就好了 你试试看 整个聚会一定活起来 帮助我们那种心灵诚实 帮助我们把分散的思想集中起来 帮助我们把众人灵上的力量集合起来 都能够让波饼聚会变得更好 我现在讲的每一个点 你们都要做笔记 回家他们会出题目 叫你们去默想 在实行的点上 哪一个点对你今天提醒呢 对你来说是一个帮助 你要去操练它 去用它 把它写下来 好不好 要记得你今天哪一个点摸到 现在赶快写 你回家就在作业里面把它写出来 第四个 任何的圣徒均可以顺从圣灵的感动 开口祷告赞美 没有固定的形式 越多人开口 聚会的灵就越自由 越多人向主献上感恩 就越能叫主的心喜悦 祷告切记永长 为了使大家能够听见声音情略提高 并尽量往前集中坐在一起 这个是白纸黑字 非常清楚 非常简单明白 大家不要害怕 在这个教会 我们特别希望总有一点时间 让圣灵自由 让大家能够自由地开口祷告 我们小的时候所在的教会 为了训练我们这些年轻人 青少年 能够勇敢地突破自己的害羞个性 所以你知道我们教会 我们青少年辅导 我现在闭起眼睛都记得他的面孔 好怕他 一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要准备好被戳 你知道吗 他就是在中间跑来跑去 跑到你旁边去戳你一下 就是下个你要起来祷告 他逼着我们祷告 你不祷告他会会找你的 你为什么不顺服呢 刚才我戳你 你为什么不祷告呢 你不能这样子的 你吃不完兜着走 但是就是会被他戳 我就常常有的时候 就会张开眼睛偷看他 他就跑到那边去戳另外一个 当然他都戳弟兄了 他没戳姊妹 我们是这样被戳出来的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 主耶稣听到的祷告都是被戳出来的 那多没意思呢 对不对 西安的子民都等候 要向你献上赞美 我们都是被戳出来的 挤牙膏才挤出来的 你想你就算赞美出来 主耶稣听得也不舒服 知道是被逼的 是爱里面没有惧怕 可是个个都是怕的 那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顺从圣灵感动 开口祷告要简短 要简短 而且我说实话 在我当基督徒这四十多年里面 很多时候我邻里的复兴 是在祷告会 或是在波饼聚会 弟兄姊妹的祷告 带下来的 还不见得是信息 虽然很多的时候 信息给我很多的帮助 但是很多时候 我邻里面整个被洗一个澡 或是我里面 一下子一句话进来 让我起来 是弟兄姊妹在白饼聚会的 一个祷告 很可能是一个 刚得救的一个祷告 很可能是一个 大家都不太注重 没有什么文化背景的 一个老弟兄 老姊妹的祷告 他那一句话 那么够味 他把那个味道祷告出来 我一下子灵就被他提起来 就像我上次给你们讲的 那个老姊妹老弟兄 说他们天天为我祷告 对不对 他每次祷告就是那么简单 主 亚舍 我召召你 我谢谢你 他就是那么简单 讲的就是那么入味 你就心里面很被感动 所以大家要操练这个 那第五个 讲到尽量不要随便提诗歌 我印出来以后才后悔 把尽量放上去了 应该就是不要随便提诗歌 既然是随便就不要尽量了 就是不可以随便提诗歌 这个随便应该 不要加个尽量不随便 不随便提诗就是不随便提诗 那我为什么要加尽量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 不觉得它是随便提诗歌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刚刚说的 你最近可能这个礼拜 正好失恋了 或是被公司fire了 正在那里说 主啊 我不知道明日将如何 那首歌很摸着你 所以人家才在纪念主的寿司 你就在那边唱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你是把你自己最近的经历带进来 把你最近的需要带进来 所以我说不要随便提诗歌 要清楚知道是圣灵的感动 那么两件提醒的事 一个是不要很仓促随便提 最好跟随圣灵的流 不要提那种不切提 或是偏离了当天主流的诗歌 什么叫不切提呢 因为是纪念主的聚会 是以主为中心 不是以人为中心 所以我们祷告的诗歌 不是绕着人的需要 而是满足主 我们在这里纪念祂的寿司 我们在这里感谢祂的大爱 我们在这里赞美祂的救恩 我们在赞美祂的得胜 诗歌主题是绕着这个 为了十字架 为了祂的救赎 为了祂的大爱 这是主题 那么今天的主流呢 因为每一次圣灵在我们中间带领 或是开头带领的弟兄 或是Worship Team开头挑的饼杯 在拨饼之前的诗歌 基本上我们就尽量朝着那个主题去 像他们今天比较带的 如果是在讲到主的宝雪 那我们也许就多挑几套宝雪的诗歌 在这个上面再深入一点 今天种在十字架 那我们就多种在十字架 今天多种在主的大爱 那我们今天就多唱一些爱的歌 尽量配合这个主题 然后能够配合这个主流 然后能够提一首 能够让这个越来越深入的诗歌 所以像前面 这是跟Worship Team说的 就是如果今天赞美的诗歌 你一开头就是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赞美 听音那天上有发歌 那是赞美的杰作 那是敬拜最高的一首诗歌了 你一待大家就站到高峰上的话 底下的诗歌爬不上去了 所以我想我们Worship Team 他们都非常老练 他们就是提了一些诗歌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诗歌上继续往上走 像我举一条很简单的例子 例如说199首 我们都很熟 对不对 十字架向我低头 寂寞是想 这是十字架的歌 讲到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害 无瑕疵无翻点神的羔羊 这是今天开头 如果是十字架他们带了 那我们底下就带十字架的歌 我们就可以再往深一点去 例如说调69首 以沙华之的 我每逢低头敬念 主在十字架上受害 那就是帮我们带到更深的歌 所以调诗歌不要随便调 而且不要跳来跳去 像炸猛一样 一下这样子 一下那样子 这是我以前最早在美国中部研究所读书的时候 我说过那时候没有华人教会 整个Oklahoma州只有查经班 那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姊妹 这个聚会基本上两个最重要的主题 一个是钓鱼 因为Oklahoma是全美国第三大钓鱼州 大家都在比这个礼拜钓了几条 最重的是几磅 那吃什么东西 你知道这个都不是随便谈的 我有一次被他们带去 我才发现他们真的是厉害 隔壁的老美怎么钓 几个小时钓不到 就这样小小的 我们老中一条一条上来是这么大的 他吃什么馅 这里这个湖的鱼是吃什么东西 都搞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他们是很厉害的 第二个主题是弹修车 所以我们聚会前 开场白就是唱歌 所以带师的弟兄 他只是负责点师就是了 他点人 他说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聚会 我先带大家唱一首歌 完了以后他就问大家 有没有什么想唱的歌 所以树军跳一条唱完了 然后再该陈明跳一条 然后再该谁唱一条 所以我们大概会唱将近十条歌 然后就跳来跳去 一下子难过地流眼泪 一下子又兴奋地主要来了 然后一下子又回到十字架上去 然后一下子又那样子 你就洗三温暖一样 你都不知道在干嘛 那个诗歌就这样跳过来跳过去 跳过来跳过去 然后完了以后 就很简单地圣经读一遍 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就结束了 所以后来主在我们中间做了很厉害的翻转的工作 我们查经班后来真的是复兴 到周围几个查经班去服侍主 那主都可以改变我们 在这里我们就讲到跳诗歌 它是你有个主流的 那你如果不够老念 摸不出来 我们就宁可不点诗 尤其我们前面时间很短 点的诗歌我们能够接得起来 另外顾虑到英文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不要提只有中文的诗歌 在圣徒诗歌里面只有少数的几首是纯中文 没有英文 所以你就尽量先避免那些歌 这只是简单提一下 第六个 主的饼碑是主注谢过的 所以也是被主分别为圣 这里讲到是主所裂开的身体 所留的宝血 所立的新约 这三样东西的标记之物 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带着在最深的爱中 平的信心来享受 所以不要受任何外在领受的方式 所影响和局限 所以不要来到这里觉得 为什么你们还是用一个碑 不用小碑呢 为什么是用瓢根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为什么是那样呢 这些方式都不是重要的 我放在这里也是为了很多 将来来到我们中间聚会的人 那我也是为了可能在很多人在网路上 跟我们一起上ND的课 那我也很希望大家的注意力 都先不要放在外面的东西 那些都是后世的影儿 真正的本体是基督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这些方式 形式都不能替代属灵的实际 那第七个 在这里讲到一个特别的提醒 就是要按理来吃 来领用主的饼杯 那所以如果最近有任何得罪神 和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都需要先向神认罪 让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 所以带着一个清洁和无愧的良心 来领用主的饼杯 那如果那天主有特别的责备和要求 你就可以暂时不要用饼杯 免得得罪主 那这是比较严谨的教会 有特别的要求 那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 带着这样子慎重的态度 就是例如说你持续地活在罪中 就是不肯顺服主出来 那有的时候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里面觉得今天不配 不合适 领用主的饼杯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配 对不对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都不配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因为我是个罪人 我更需要主的饼 主的杯 我更需要在这个面前再一次地来经历 来体会主的爱 能够把我从这些罪恶里面救出来 所以不是规定的 我到雅典去的时候 有一年我们在雅典 我们是开了眼界了 他们真的很勇敢 他们服侍品杯的弟兄就站在前面 有任何弟兄姊妹 你这个礼拜做了任何得罪神的事情 请你到前面来 他说先到前面认罪 认完罪才准用饼杯 这个礼拜有任何犯罪的 得罪主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 但是你这个做久了以后 我就想说走出来了五六个 难道只有五六个吗 一整个礼拜只有五六个人犯罪吗 真是这样 这个教会已经很好了 原谅我说 但是他们认真的态度 也是蛮值得我们学习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太水平 所以如果主有特别的光照 特别的感动 你今天不用饼杯 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学习 有时候不见得你犯罪 真的不见得你犯罪 你不过只是在思想里面 埋怨一个弟兄 那天主突然给你一个感动 觉得你还没有去跟他道歉 在主面前亏歉 这都是很属灵 很敏锐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 不敏锐的人才不会有这种感觉 心里面还在气 都是他不对 哪里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大家也不要好奇 美食饼杯的时候 就故意看有谁没用 表示这个人犯了大罪了 很好奇 今天连陈鸣都没用 他陈鸣这个礼拜干什么了 怎么会连他都不敢用 连于弟兄今天都不用 于弟兄家里面一定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不要这样去好奇 我跟你说 能够有勇气 不用禀杯的人 其实都是敬畏神的人 我讲真的 所以你也不要去好奇 如果有弟兄姊妹真的白怕事 我们为了他 我们感谢神 神家有这样敬畏神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 有很严重的事情 特别很严重伤害合一的事情 我相信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要在主面前小心 我还是说不是说你不能用 要求主的宝血赦免遮开 每一次用饼杯以前 不要那样子的 无所谓 任意 我没有在主人面前先省察自己的罪 关于在这里说要先省察自己 或者要按理出吃主的饼跟主的杯 当然有很几种的解释 我刚才讲过的 一个是特别的罪 另外一个 就是在合一上伤害了身体的见证 得罪神 得罪弟兄 那么第三个呢 有人就说你没有 就是根据前后文 就是你没有按理 你没有看见这是标记之物 是预表了主的身体 主的宝血 你就随便吃 那时候哥林多的人就是随便吃 在家里面饿了肚子 跑到神家里面来喝酒 喝到醉 把这个杯随便喝 其实我们看一下也好 前后文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对不起 十一章 我们特别看二十七节 到三十三节 我念给你们听就好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 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 可以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 自取其罪 所以在这里很可能 讲到的得罪 是因为他们太轻慢了 主的桌子 在这里把他当酒喝 喝醉 把自己肚子饿 在这里随便 乱吞火焰地吃主的饼 这都是不按理 吃主的饼 主的杯 你要知道 这是表记之物 讲到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列了 重在纪念他 重在爱他 而不是在这里放纵 不好好吃饭 在这里喝酒 在这里乱吃 那就是得罪的主 所以我们也不要 软弱到一个地步 一犯罪就觉得我不敢来剥饼了 那也不需要 我们永远需要 我也说过 饼杯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他为我们死 他是用永远的爱 爱我们 他成列主的死 满足了父神的要求 堵住了仇敌的口 同样也向我们证明 他是用永远的爱 爱上我们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 在饼杯面前的一个体会 特别的提醒 那么第八个 波饼聚会 也是跟众圣徒 见证一的聚会 所以人虽然多 但是我们却 同领基督的血 同领基督的身体 所以不仅到主的面前 和主交通 同时神的儿女们 也彼此交通 所以任何不合 不一或是间隔 那么在同领基督的血 和身体的时候 我们都求主赦免 而且为我们除去 把所有隔断的墙 能够除去 所以上个礼拜 我也跟大家讲了 这个饼 之所以成为饼 它是用面粉做的 那面粉 所以能够成为面粉 是因为麦子都磨碎了 已经失去了 self identity 不再是我 已经被十字架工作 磨脸过的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 已经分不出彼此了 那是一个完全的一 所做出来的饼 所以在基督里 我们饼决定不剩下来 因为表明我们人虽多 我们就是一 没有任何的残留 我们在这里一起享受主 也一同见证主 所以我们为什么后来 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姊妹 要结婚 很多人都是喜欢点 童心竹 新郎新娘 拿个火把一根的蜡烛点燃 我们后来鼓励弟兄姊妹 其实有一个更有意义的 就是新郎新娘那一天 在主的面前 两个人一起摆饼 这是真正见证一 完全的一 而且是在基督救赎的大爱里面 完全的一 那个舍命的爱 那个奉献的爱 基督为教会死 那是舍命的爱 教会爱基督 不再为自己活 愿意为主活 那是一个回应 奉献的爱 那是一个最美的见证 在主的面前用饼杯 第九个 在这里等候主再来的提醒 就是主耶稣要回来 我们真的不知道 到底还有没有my next one 可能这个礼拜 就是最后一次的剥饼 那我们能不能在主的面前 每一次剥饼的时候 能够在主的面前 带着欢喜快乐 知道主不仅仅去了 祂要回来接我们 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 那在台湾 你如果没有考上大学 二十岁要当兵 你如果考上大学 要考预官 那么在当兵 一年 两年 甚至三年 当兵的人 一个共同的经验 就是到最后开始数馒头 因为一天吃一个馒头 那我还剩下九十七个 吃完了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我就可以自由了 过了三天 变年九十四个 又过了十天 八十四个 天天在那里算算算算 每吃到一个就知道更靠近 快要自由了 这是每一个当兵的人都在那里 算馒头 数馒头 那个兴奋 我们每一次吃主的宴席 知道又少了一顿 又靠近主回来了 或是又靠近我回家了 对不对 我们到底在地上还有几十次 还有几百次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每少一次更进我家 每少一次更靠近主回来 那种带着喜乐 要跟主相会 要面对面相会的喜乐 我们在这里拨饼纪念它 所以其他最后一个点是 因为还有很多拨饼聚会的一些讲究方式 你们如果想了解的话 我们有拨饼聚会的守折 跟注意的事情 那请大家回家能够再去复习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今天讲实行一定可能会有些问题 我留一两分钟问大家 问问问题好了 有没有 弟兄问说 如果我们有什么得罪主的地方 要先求主保血 先向神认罪 求主保血遮盖 然后再来用饼杯 他说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 已经都完全赦免我们的罪了吗 为什么还要认 我想就着客观来说 就着客观的事实 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了暑假 当他说惨了的时候 我们从前犯的罪 我们以后要犯的罪 他都替我们付了暑假 It paid it all 全部都付了 的确是 但是就着我们主观的经历 犯罪会让我们跟神之间产生间隔 犯罪会让我们在主的面前 就像十篇 我们昨天讲的六十八篇 我心里注重罪孽 神就不听 有些祷告神故意不听 你会发现那个交通断掉了 那个跟主之间的亲密断掉了 因为罪梗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去认罪是为了恢复交通 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使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那你仍然是讲到我们持续的一个动作 虽然罪全部都付了 但是旧的主观上 罪仍然会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间隔 成为神不听我们祷告的原因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解决 要去认 还有没有 欢迎大声一点 偶尔不领悲的人 也是很敬畏神的人 敬畏的神的人 是不是其实应该是很容易顺 应该说是很容易顺服神的应验的人 如果真的是在禀悲面前 有过不去的时候 其实是这个人 还是不是能够很顺服神的话 他其实里面还是有自己过不去的地方 那 好 大家听清楚他的问题了 那我现在跟你讲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把它当一个律法的要求 就像我说我在欧洲看到他们 这个礼拜有任何人犯罪得罪神的人 通通先到前面来认罪 像站在众人面前 他去带他们做个认罪的祷告 才准用饼杯 或是这个礼拜就站在那边不准用饼杯 那我觉得如果变成外面的做法 他也失去了他真正的意义 那我刚刚讲说 有一些特别敏锐的 特别敬畏神的 他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不顺服 他都良心过不去 他都觉得不配领用饼杯 觉得得罪主 我觉得就算他是他良心过度敏锐 我们仍然要尊重这样子的人 不要去定他的罪 他不见得这个礼拜犯的罪 超过那些自由领用饼杯的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可能不过只是在思想里面 这个礼拜有个不该有的思想 或是因为在背后批评的某个弟兄 他里面过不去 在剥饼的时候突然主光照他 他来不及去跟他道歉 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 两个弟兄同时传纸条给另外一个弟兄 求对方赦免 before在他拿饼杯之前 结果两个人在手跟手相碰了 交换了一个字条 发现都在说弟兄请你赦免我 这个是很美的见证 所以当然你刚刚那样讲 说不用饼杯 我说你持续活在最终 或者在主面前得罪神 严重地得罪主 得罪伤害教会 伤害合一 神光照我们偶尔不用 其实对我们也是好的 我觉得让我们更敬畏这件事情 那也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像有的弟兄做见证 他也不是因为 最近有什么哪一件事情 特别得罪神 而是神光照他 他就觉得他最近生活太松散了 这个爱主的心开始冷淡了 他不见得是哪一个 particular的事情在他的身上 而是就是觉得最近亏欠主 觉得主我不像从前 从前一在你桌子面前 里面就会感恩 就会流泪 怎么最近都没感觉 他就为了这个不爱主 他都觉得亏欠神 我觉得这个应该都要尊重 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 不要去定罪 不要去好奇 不要去模仿 我觉得都是应该 Lady B顺着圣灵来做 好不好 我自己从现在的教会 碰到很多很多很多的难处 天天在一些分裂 不合一的里面 我就有好几次 我就丙背就不用 因为并不是我做了什么 伤害合一的事情 而是我们目前 没有从这个里面出来 我自己里面就觉得亏欠主 整个教会 我们就三个负责弟兄 都不能合一 我心里面很难过 所以我那段时间 我相当频繁地 常常不用丙背 我觉得难处没过去 我就先不用 我一直就是祷告主 现在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我可能会用 对不对 所以这是顺着圣灵 我们就是顺着感觉 做就是了 好不好 还有没有 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要结束了 还有没有 好 就是我觉得 上次讲这个主族学 讲到饼背 还有血的表征 然后这一次也讲到一些 重要的一些原则 包括主族学的犯罪 就不要领饼背 然后我觉得就是 因为这个白饼聚会 时候没有 没有就是特别强调这些 可能有些新来的 或者有些弟兄姐妹 可能没有被提醒到 这个有没有可能会 就是有一些什么方式 说每次可以提醒到这些 但是因为这个也是蛮难的 我们很难每个礼拜要拨饼 以前就说 弟兄姐妹有谁犯罪 你要赶快认罪 比父用饼背 变成重复讲的时候 也就失去它的味道了 但是就是要定期的教导 是真的 我们出信照就 真道照就 敬前班都会教这些 那白饼聚会 可能偶尔我们也需要再remind 再提醒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最明显的坚持的一件事情 就是 服事饼背的人 希望尽可能的认识 如果有谁还没受尽 你的饼背也不穿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 这个安全被保护为主 就是他如果还没有 真正受尽归到主的名下 我们也宁可尽量先不用这个饼 因为是受尽圣灵 把我们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来 在这个饼的里面 我们是希望真正重生的 就受尽归到主的名下再用 所以这是宗教会 一贯用的一个尺度 可不可以用 但是当然有一些教会 当然中派色彩太强了 像我在美国 我以前到美南进行会去参加聚会 他们就不准我们跟他们拨饼 必须是进行会的会员 必须是在他们那里受尽 我们才能够拨饼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圣经没有的 所以他不让我们拨饼 我们当然很遗憾 但是我们也只能尊重他们的要求 所以哪些人不能拨饼 像有些人犯罪得罪主 要看同教外人 这时候教会停止他的剥饼 或是他严重地得罪主得罪神 那么教会处理的时候 让他有一段时间 让他安静 让他先不用主的饼杯 其实这都是为了爱的缘故是好的 但是我都希望不要落到律法 不要落在法利塞人的定罪上 而是真的从生命里面做 在爱里面做 在圣灵里面做就更好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祷告结束 刚刚这里对不起 是冒军举了是不是 好吧 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你们两个同时举的 我想请问现在比较common 就是说一个月一次的领圣参 就教会外面的 那我想后面有什么原因 才造成这样的吗 你说什么东西 别的教会为什么这样子做 对 好像这个是蛮普遍的一种 实行的方式 那我想问问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别的教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做 因为使徒行传他们其实 天天在家里面都剥饼 他们非常注重剥饼 每个主日 其实第一日他们剥饼唱诗 这是我里面觉得 如果增进到饼碑的意义 这么深刻的意义 那我们就珍惜这样子的聚会 我们舍不得没有这样子的聚会 但是因为很多这方面的教导 可能比较缺乏 很多教会因为是 传统就是这样子做了 所以就一代传一代的就这样传下去了 那我们一直坚持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说到我们教会有百分之七十八十 七十的人都是自己传福音得救的人 所以大家对剥饼一点没有概念 所以刚开始要维持每个礼拜 剥饼真的很辛苦 因为祷告的人也少 剥饼该达到的水平根本达不到 可是我们就是持手持手持手 从来没有妥协 现在也二十年过来了 那我真的希望剥饼真正的意义 能够因为更多人认识 更多人了解 更多人一起来 让这个聚会越来越好 因为这真的是完全以主为中心 而且是去直接跟主相会 享受主 经历主 被主恢复 被主赦免 被主医治 我觉得这个聚会太好了 好不好 大家一起来 我们把它让它变得更好 好不好 所以哪一次剥饼聚会最好 打告 主 我们谢谢你 每次想到你 讲到你 我们心里面都感谢你 连你要走了 你都还纪念我们 是的 虽然你说 我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 实在是因为你太爱我们 你知道这个聚会 对我们的意义 给我们的祝福是何等的丰富 主 我们感谢你 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贫穷 不成熟 不老练 主 让这个聚会 我们越来越重视它 我们真的是把众人 所有的力量 爱情都加在一起 让这个聚会成为我们教会 真的是最重要的聚会 众人最不可少的聚会 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继续祝福我们回家的超练和默想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